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今天咱们来整一个六脉神剑 人物模型就以断育为原型 但是素材库没有那么多古风素材呀 所以有些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了 发型这边我用的是海盗发型和中世纪发型混合搭配 把颜色全部换成黑色以后 看起来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哦 下面咱们还要给他挑选一件衬衫 王朝衬衫刚好合适 颜色以灰白色为主 接着还要给他添加一件外套 颜色全部换成灰白色 这里再给他添加一个腰带 颜色也需要混合搭配一下 下半身这里加上一个古代裙 把颜色换成灰白色 裤子选择围巾裤 颜色依旧是偏绿色 靴子这里我是随便选了一个短靴 把颜色换成白色就可以了 这样搭配完感觉还是略显单调一些 索性再加上一款披肩吧 后面再来一款披风 现在这个感觉就显得丰满一些了 武器使用的是上阵手里剑 把头柱换成有颜色的子弹 北冥神宫咱们就用 女妖吼叫的技能来替代 其余的闪避技能和将军躲闪 咱们就来代替凌波微步使用 数值方面没有什么讲究 血量3000 攻速两倍 其他全部保持默认 现在咱们进入演示环节 上阵手里剑和这些子弹搭配 简直是太完美了 但凡只要敌人靠近 就会触发北冥神宫 把你吸得干都不善 其余的这款闪避技能 可以更好的躲避平凡射击的效果 整体看来这个打斗还是非常帅气的 咱们也可以给他添加一个 黑暗王躲闪的技能 让他的闪避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样同时还能强化投掷的效果 这款搭配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一款直接是提升了他的攻击效果 把其中一个投掷物换成让人消失的子弹就可以了 即使是巨人 也是几秒钟就可以将他击杀 好的 咱们这期的粘人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